字幕UCKITE Señorak 翻筒 请掀开经本 课汇第17面 倒数第二行 看神族同院 佛祖佛使 所有众生生物各自 皆得神通自在 菠萝尼多 余因念琴不能超过亿 那由他不欠佛刹 周边寻礼供养祝福者 不取证据 这一章 有两月 神族同院 并供祝福院 这两段事情 都是我们念念 祈求的 可是很不容易得到 弥陀愿文里面 开头这两句 我们要仔细地看清楚 所有众生生过过之 这是说明 凡是往生 极乐世界的人 都有份 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我说这个话 是真正发心 祥身极乐世界 它就有份 可是极乐世界 能不能去得了呢 古德给我们说 这个法门 叫万修万人许 这诗 善导大师讲的 永明大师也这么说法了 可是 在今天 事实上 我们看到 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得往生 三五个而已 这又是什么原因 我们必须把这个原因找出来 把这个原因消除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没有障碍了 这是同学们 一定要认真的 要细心观察 冷静的思维 多想想 我们这个世间苦啊 苦的果报 还在后头 你这一生 所受的苦 学佛的同学都知道 这叫花报 果报 决定在山土 山土状况什么样子 我们不清楚 所以也没有畏惧之心 换一句话说 不怕 堕地狱 不怕 这真了不起啊 不怕堕地狱 不怕变出身 这样的人 祝佛如来 来到现前 也救不了他了 这就是经上讲的一禅题 一禅题 没有善根 佛来劝他 他都不相信 他都不能接受 这就没救了 自古以来 祖无数大德们 几乎没有不劝人 念地战经 学习地战经 这个念地战经 说实在讲 就是学习地战经 我们今天只讲念经 古人念是学习 我们现在是专念不学 所以没用处啊 现在这个念是口念 那个念上要加个口 有口无心的 古人这个念 没有这个口啊 那是心里头真正有啊 那个叫念啊 现在口里有心里没有 古人这个念是心里有 那叫真念 念佛 心里头真有佛 真有啊 就是真心相学习 学佛 学菩萨 他才管用啊 只是口念 没有心去学习 那怎么行呢 所以念佛不能往上马 念阿弥陀佛 要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没有私心 没有啊 阿弥陀佛有没有是非人物呢 阿弥陀佛有没有贪嗔痴慢呢 阿弥陀佛还造不造业呢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思量 去观察 认真努力来学习 学得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啊 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 经文我还恐怕它太长了 诸位有不少人工作很繁忙 没有时间来读诵嘛 所以我就把它简化了 在静宗着墨课诵里面 早刻我就选这个第六品了 四十八月了 选这一段经文 就造成了读诵 读诵的目的何在呢 希望自己跟阿弥陀佛 发同样的心 同样的愿 心同佛 愿同佛 目的在此地 网课也许言了一段经文 《无量寿经》 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 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无戒是善啊 祖师大德教我们持戒念佛 我们的心同佛 那是佛的行为 所以特别的 寻出这两段经文 早晚都说 尤其是晚阔 读这一段经文 要检点自己 反省自己 佛在经上叫我们做的 我们有没有做到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不可以做的 我们有没有违反 有则改之 无则加灭 天天才有进步啊 佛教给我们做的 我们没有去做 佛教给我们不可以做的 偏偏去做 这种人 即使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还是要度阿比地狱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也不是我说的 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 读灌顶法寺 清朝乾隆时间的人 读他的大师至菩萨 语言通章苏超 他后面讲 念佛人呢 有一百种不同的国报 第一条呢 就是地狱 我看到这一条啊 我疑惑 真的不懂 念佛是好事情 念佛人怎么会躲地狱 我拿着这个本子 去勤教老师 那个时候 我跟黎炳南老巨师 学奖金 我是这个我不懂 我有疑惑 我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 他说你问的好 这个问题 我不给你一个人讲 我上台奖金 给大众讲 什么原因呢 拿着佛教的幌子 欺骗众生 开个念佛堂 开个尽宗道场 目的何在 明文利 这样的心 建道场 临终念佛 很可能呢 众生里头 真的有念佛往生了 他自己躲阿比地狱 我才明白这个事情 想想老师这个讲的话 很有理 有道理 所以 境界的转变 是在 极其威胁的一念 一念佛 众生做佛 一念弥 佛做众生 众生跟佛没有差别 所以大乘佛法常讲 生佛不二 众生跟佛不二 差别在哪里呢 倔弥不同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觉悟 怎么样才能觉悟呢 不读经 不听经 不行啊 听经读经 还不觉悟 那原因在哪里呢 你们有学佛吗 真正发心 向佛菩萨学习 你就教悟 古德教给我们 读经 随稳如观 随着经文 字字句句 提起观照功夫啊 这是真正学佛 这什么叫观照呢 怎么个观照法呢 这些佛学名词说语 现在人听起来不懂啊 我们不能不换一句白话来讲 观照两个字 就是改变观念 改变念头 观 就是你对于宇宙人生 你对于人事无的看法 就是观啊 照是智慧 你用智慧看宇宙 看人生 看一切四 看一切无 你没有看错 没有看偏差 这叫做观照 我们凡夫 齐心动念 思想行为 都是错误的 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行为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罪业赶来的果报 大家共同造的这个业 叫共业 共业赶来的果报 就是灾难 天灾人祸 所以 这个世间 为什么会有这些灾难 我在讲习里头 也讲过不少次 这个灾难 是我们自己 修行不好 不如法了 所感召来的 学佛的人 是个明白人 是个有智慧的人 既然明白有智慧 决定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 众生为什么迷惑 我们做佛的弟子 没有将正法弘扬 这个就是出家弟子的大罪业 大故事 你出家干什么 出家就是弘法立身 人家见到你 趁你一生 法师 你是老师 你这个老师没有教学 那人家叫你老师不是骂你 你要负起教化众生的责任 不能说 我这个老师 我没做坏事 不过就是 没有给学生上课了 你们想想 在学校做个老师 这行吗 平行很端正 做人很好 但是天天不上课 学校 政府 还是要趁你值点 还是要处分你的 我们今天发行出家 披上这个衣服 就是当教员 这个教员没有负起教学的责任 虽然现在社会上法律不会开除我们 佛菩萨把我们开除掉 护法龙天把我们开除掉 围绕在我们周边的妖魔鬼怪 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你还能不多路吗 这些都是事实 绝不是假话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种种殊胜 种种庄严 我们说不尽 不但我们说不尽 佛在经上讲 社方一切祝福如来 共同来说 说上一千戒一万戒 也说不尽 这么殊胜的地方 不想去 还要留在娑婆世界造业 你说这种人不是糊涂到所以然处吗 这一生当中 人生寿命很短促啊 能和一百岁的人 很稀少很稀少啊 古人常讲啊 人生切射古来西 能和七十岁就不多了 不要以为我现在还很年轻 将来日子还长 不见得 你们有跟阎王切合同吗 小的他什么时候来找你啊 黄泉路上无牢哨啊 一口气不来 就是隔世 所以觉悟的人珍惜自己的命光 比珍惜什么都重要 掌握时间 爱惜以光阴 认真努力修行 以我们有限的时光 修往生这个方案 希望得到永恒的无量寿 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 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才是一个从严 才是一个真正的觉悟的人 可是我们听讲经 读佛经 有时候也有感触 也有觉悟 也有向好之心 可是这个名利也放在面前呢 又迷惑了 又颠倒了 又做不了主了 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原因 过去生中烦恼习气太深了 这一生当中 从小没有好的栽培 社会风气不善 中国过去 纯厚善良的风俗习惯 被西方人破坏了 现在一般中国人 心里什么都是外国好 连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月亮远 存这种心理 什么时候你才能回头 什么时候你才能恢复民族的自信心 才能够恢复自强之道 这个不能不知道 所以佛法 不能不听天讲 不能不细讲 古人讲今好讲 现在讲今难讲啊 古人讲今点到为止 他一听就觉悟了 现在我们把古人那些话 他说一句话 我们今天讲十句话 讲一百句话 大家还是听不懂 那有什么发生 现在比从前难得太多了 这个难的原因 古人从小就有家庭教育 社会善良风气熏陶 知道知道英国 知道善悟 知道是非厉害 现在人不懂 现在人不相信 外国人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大灾难 1999年世界末日 大家听聊心里都慌张 尤其现在这些东西 资讯呢 在网络上 诸位家里有电脑 都能看得到 看了之后 多恐怖 有许多同修来问我 法师怎么办 我跟他讲啊 世界末日 有没有呢 在理论上讲 有 什么理论呢 佛经上讲 一切发从心想身 天天想世界末日 末日当然就来了嘛 它被你想出来的嘛 本来没有啊 是你想出来的 大家都这么想 那末日就来了 可是你要记住 外国人想世界末日 中国人没想 你懂这个意思吗 我们中国人没想世界末日 他们想啊 我们没想啊 我们肯定 世世代代 都由祝福菩萨 在东方实现 扑门屏里面所讲的 三十二印 千处祈求 千处印 扑鲁鲁身份的 不多 太少太少了 十宗不鲁鲁身份的 很多 我们就历史上所记载的 我们就历史上所记载的 身份普路的人 永明言寿大师 阿弥陀佛再来的 随唐时代的 智德大师 释迦牟尼佛再来的 善导大师 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父居士 傅大师 弥勒菩萨再来的 那么再晚一点 古清寺的 风干时德 文殊普贤再来的 寒散时德 风干阿弥陀佛再来的 宋朝时代 布袋和尚 弥勒菩萨再来的 这距离我们 都不算太远了 有的几百年 有的一千多年 这些诸佛菩萨 了不起的人 他们如果说 今天世界上 会有这么大的灾难 他应该会告诉我们 他没说 最近的 民国初年 印光大师 大家都知道 西方世界 大师至菩萨再来的 他老人家 的确是跟我们讲 有灾难 有很大的灾难 这个诸位念文超 你会看到很多 但是没有讲啊 像西方人讲的灾难 没说啊 所以我们 听了西方人 说的那些话 也不要害怕 也不要忧虑 找印光大师 教导我们的方法去做 就决定正确 那 印光大师教我们 深信英国 诸位要想的 事出世间的善法 都是建立在英国的基础上 一定要懂啊 一定要懂啊 这是事实啊 现在人讲真理 因缘果报是真理 善因决定的善口 悟因决定的悟报啊 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 学佛 佛菩萨祖师大德 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释迦牟尼佛一生 没有见道场 这是我们好样子啊 啊 印光大师一生 助别人的道场 他自己给自己制三条戒律 第一个 不做助持 第二个 不收出家弟子 第三个 不传戒 他一生做到了 他生活得很自在啊 一生做客不做主 我对他很欣赏 很羡慕 啊 我这一生 学老法师啊 我这一生没有到场啊 啊 最近香港有个姻缘啊 啊 说有一个楼房要卖 我看到很满意 啊 我们在香港啊 啊最近成立一个会 啊 香港佛陀教育学会 没有会所啊 啊 想去买一个会所 啊 最近那一边有个賴居士 他跟我在那里谈判 没谈成功 今天给我一个传证呢 好 没谈成功我就不要了 我们拿这个买房子钱 赶快送到大陆了 去救灾去 大陆最近又有灾难发生了 啊 救灾重要啊 比我们建道场还要重要啊 啊 佛法里常讲啊 救人一命 甚造奇迹复途啊 啊 不要道场 要向佛菩萨学习 佛菩萨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修佛如果要想有成就 我常讲啊 常常劝勉同学们 要放下自私自利 念念呢 绝不可以为自己着想 念念想自己 念念想自己的道场 错了啊 你们看到 居士林现在这个道场不错 好像挺兴旺的 他怎么会兴旺起来的呢 在这个地方的老同修之道啊 从前这个道场上上下下的同修们 都为自己道场着想 想自己想自己的道场 没有佛法神啊 佛菩萨不来啊 这些年来 李牧原居士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负责任 领导大家 他念念 为众生着想 念念为佛法着想 他说居士林不是新加坡的居士林 是全世界的居士林 所以佛也来了 隆天护法也来了 这才兴旺起来啊 那么由此可止 道场的心衰啊 是在你的心量大小 我们建这个道场 是为全世界念佛众生而建的 他想到了 事实也做到了 你看看 每一天 现在还没有到每一天 大概每一个星期 每一个星期 都有许许多多 从其他国家地区 到这个地方来念佛的 道场从上到下的 这些人员都是义工啊 都是为这些同餐道友们服务啊 我也在此地为大家服务啊 所以这个道场是属于全世界的 这才伟大 对整个佛法 对整个世界做出真实的贡献 这个地区人有福报啊 有缘分 为一切众生服务 建立这个道场 规模虽然不大 有道风 有学风 而且非常殊胜 也闷深入啊 这一点 希望初学的同学们 要特别留意 在古时候 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 佛法释法都讲求私辰 四层就是你有老师啊 你这个方法 修学的方法 跟什么人学的 谁传给你的 你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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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不能说 无私自通 没这个道理 自古以来 没听说过 真实的学问 必定是代代相传的 所以学佛 只能有一个老师 两个老师 两条路啊 三个老师 三岔路口 四个老师 十字街头 你无所适从嘛 你怎么能够 学得成功呢 二 我在找你 教过佛修院 也有人请我办过佛修院 我也做过佛修院的院长 以后啊 我明白了 我错了 所以在佛菩萨面前忏悔啊 再不赶进佛修院了 想想 早年 方东梅先生 给我说的这个话 我没有在意 以后觉悟了之后 才知道老师你看 我一接触佛法 头一天 他就交给我了 我把他忘得干干净净 他给我说什么话 现在的学校 先生不像先生 学生不像学生 你要到学校去学东西 什么都学不到 以后我办佛修院 我在恍然大悟了 佛修院开很多过程 请很多老师 这个老师说这个好 那个老师说那个好 学生在听的时候 听到第二堂课 老师批评 第一堂课 教弥陀经 第二堂课 教金刚经 金刚经的老师说 净土不好啊 不能成就啊 学生来问我的时候 这个院长 这怎么办呢 我们到底是学弥陀经 还是听经刚经的啊 我也愣住了 不是互相赞叹 不是互相融洽 互相排斥 是 过人说过人的好 别人都不好 所以以后 从此以后 我不办佛修院了 佛修院请我教书 我都不去 为什么呢 无人子弟啊 他们已经思想乱七八糟了 我去再停一条路 不是更麻烦了 不能去的 我自己这一点成就很幸亏 站到一点私诚的边缘 跟一个老师去 学多久呢 十年了 老师给我的借条 三条啊 第一条 只准听他讲经说法 听他一个人 除他之外 任何人讲经说法 不准听 这第一条 第二条读书 不管是读佛书 或者是读世间书 没有经过他同意 一律不准看 第三条 因为我过去学过三年 你那个三年学习的我不承认 一律作废 从今天起 从头学起 那个时候 听老师这个三条阅法 感到这个老师 很专制 很把扑 不讲理 但是 有得有得有学 于是也就接受了 接受这三条 依照这三条认真去学习 学了三个月就有感受 觉得这个方法是不错 为什么呢 烦恼少了 智慧增长 你看看 不准你听 耳朵闭色 什么都不准你看 眼睛也闭色了 只可以听一个人 只能接受一个人的教诲 走一条路 这一条路就走通了 所以今天有人请我去讲经 我得先问问那个道场 学什么法门 哪些法师在那里教 一听说很多很多法师 谢谢不错 你们很好很难得 我不去了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糟蹋掉呢 试学佛学 要想成就 一门深入 尝试熏修 绝对能成功啊 什么时候才可以参学呢 开悟 有很多同修问 那开悟是什么样子 开悟了个样子 怎么说也说不出来 你也没办法体会 但是 我可以指一个 仿佛的形象 你慢慢去体会 开悟的人 六根决定不会受 外面六臣 六臣 诱惑 眼见色而闻深 不会被外面诱惑 如果见到见色闻深 心里还起心动力 还有喜欢的 还有讨厌的 你准没有开悟 你要开悟了之后啊 绝对也不受诱惑 《金刚经山》讲的 《金刚经山》讲的 这是开悟的相啊 开悟的人心地清净 直升智慧 所以不深烦恼 你看禅宗六祖慧能 他就参访五祖的时候 跟五祖讲 弟子心中长生智慧 那就开悟了 我们现在是 弟子心中长生杂念 长生烦恼 天天打妄想嘛 搞贪嗔痴慢嘛 这哪里是开悟呢 要晓得 开悟的人不造业了 没有开悟的人 念念都在造业 怎么能往生呢 西方世界看到这么殊胜庄严 这么多的好处 那我们怎么会得到 首先要知道老师念佛 我说这个道场殊胜 可以说自古以来 这个道场第一殊胜 我说这句话凭什么 是不是自己在那夸耀自己呢 不是啊 我是实话实说 念佛堂一句佛号 二十四小时不中断 这个不行 这个时间有不少念佛堂也做到了 讲堂每一天两个小时讲经 这个很难得 一年三百六十天 一天都不去 现在在这个世界就找不到了 而更难得的就是第一殊胜 都是讲无量受尽 没有讲第二种经 每一天都在讲无量受尽 天天受无量受尽的讯息 这是世界第一了 真正是一门深入常识许修 天天听经帮助你念佛 天天讲念佛的好处啊 天天讲西方世界一正壮严 天天讲西方世界一正壮严 这才是真正世界第一了 再找不到了 纵然找到有天天讲经的地方 不是专讲一部经啊 这个道场就是讲一部经啊 同学们听好啊 这一部经听不厌啊 一遍一遍的听 听一百遍 听一千遍 听一万遍 都听不厌 为什么听不厌呢 遍遍有悟处 遍遍都是新鲜的 这个不就是说长生智慧吗 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 生我过者 我们怎样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要真正发心 要把这个世界统统放下 放下 跟诸位同修说 千万不要误会 是心上放下 不是思上放下 我从这个大陆同修啊 有带信给我说 还有写信告诉我 他听我讲经 说要看破放下 他看破放下 工作也辞掉了 天天在家里念佛 念到最后没饭吃 一家了都埋怨 来问我怎么办 我说我没有叫你放下工作 我叫你放下 但是没有叫放下工作 你没有把我的话意思听清楚 放下是放下心里面的妄想分别之处 放下这个 放下这个 释迦牟尼佛要是放下了 他就不讲经不说法了 那佛法就没有了 他还是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到处奔波 热心教诲 四妹放下了 心里放下了 身心清净 一尘不染 夜深过着三一一波 过这种生活 放下了 放下的是这个 不是把工作放下 不是把责任放下 那你就完全错误了 那这是你逃避责任 你去解了佛的意思 怎么开经济讲 愿解如来真是意 你怎么可以把佛的意思解错了 我们发心出家 出家第一桩事情 要认真学习 修扬自己的品德 学问 有好的品德 好的学问 才能够教化众生 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 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也讲得很清楚 社加摩尼佛 他所表演的 是义务 义务就是不接受报酬 多元文化 社会教育家 社会教育工作者 这是佛在世间的身份 我们做佛的弟子 学佛就要知道 我们自己的身份 是个义务的多元文化 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那你就没错了 我们必须把这份工作做好 做得圆满